黎巴嫩呼叫器跟对讲机爆炸案件 总共造成37人死亡 3000多人受伤 当中包含许多真主党核心成员 而且事发地点刚好都集中在 真主党主要的活动范围 因此目前还要进一步离清幕后主持者 还有到底是如何被渗透 那么晚间的最新消息是 黎巴嫩下令贝鲁特机场 全面禁用呼叫器跟对讲机 前一天死于呼叫器爆炸的 罹难者葬礼上 没有想到又发生爆炸了 现场人群如惊弓之鸟金黄逃窜 另外一场挤满人群的葬礼上 也同样被爆炸震撼 黎巴嫩短短24小时 就发生第二波的爆炸 当地时间周三下午5点左右 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贝卡山谷 至少有数十起的爆炸 几乎都是同一时间引爆 但这次的祸首变成对讲机 连续两天爆炸都是通讯器材出事 黎巴嫩再度陷入混乱 这间办公室爆炸过后残骸四散 爆炸威力显然是比第一天还强 因为这一次爆炸的对讲机 提醒比呼叫器还更大 能装进更多的火药 追查发现这款对讲机 是日本通讯产品制造商 艾可牧生产 型号是ICV82 但问题是早在十年前 就已经停产了 艾可牧也发声明说还在调查 也不排除可能是仿冒品 就跟前一天的呼叫器一样 都被怀疑是经过以色列的改装 有情报人员研判 电池内疑似有爆裂物质PETN 是经由特定的讯息指令来引爆 宛如现代版的木马涂层炸弹 粗不及防当然是更加的恐惧 有许多人是脸部跟手部严重受伤 但讽刺的是真主党就是不信任手机 说手机是以色列的特务 今年初才改用低科技的通讯产品 因为相较于手机 呼叫器跟对讲机是使用不同的电波频谱 也不受网路中段影响 不会泄露行踪 而手机通讯的距离很有限 很容易被定位追踪 或是植入恶意的软体监控 万万没想到低科技不等于安全 真主党的通讯系统如同瓦解 也有消息传出 以色列本来是打算当作开战的第一级使用 但是即将被试破才会提前动手 真主党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暴覆 朝以色列北部发射了40枚火箭 还扬言会有更大规模的反击行动 更别说背后在撑腰的伊朗也虎视眈眈 区域战争的风险又增加了 不过专家说以色列忙了半天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让人一头雾水 提议前总部导 确实大家现在很好奇 爆炸案的元凶到底是谁呢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 爆炸的呼叫器生产商 也就是匈牙利BAC公司 恐怕是以色列计划多年成立的 所谓空壳公司 被形容是现代版的木马图成计 而以色列国防部长拒绝评论爆炸事件 声称以色列正处在战争的新时代开端 这一席话语代选迹 尖塔建筑突然碰的一声爆炸巨响 雪泥墙都被炸裂掉落 群众尖叫逃离 正位抠击爆炸案死者送葬的葬礼上 也突然一声爆炸 全部人惊恐鸟受散 连两天的呼叫器对讲机连环爆 算下来已经让黎巴嫩 至少32死3200多伤 黎巴嫩全民现在光看到 类似设备都会怕 连夜出动爆破小组 黎巴嫩军人把剩余的对讲机呼叫器 堆成一座小山集体引爆 下一个会报的是什么 大家忧心忡忡 不止真主党就连一般黎巴嫩的民众 都认为就是诉敌以色列下的手 但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最新发言 话说得很含糊 不过以色列国防部长向军队信心喊话时 是不是间接暗示了 这两起爆炸案就是出自以色列的手笔 同时他还宣告战争进入全新阶段 真主党在近三个月前就曾经向以色列呛响 海陆空全面开战 但是现在的连环报反而暴露出 真主党可能很早就已经被以色列渗透 专家分析光是要把抠击变成炸药 这一环就可能布局超过一年 尤其要改到完全看不出破绽 就非常困难 由时间点来推估 这些呼叫器是真主党今年初采购 四到五月间拿到货 供货的厂商台厂金阿波罗撇清 是合作三年多的欧洲经销商BAC 但是查证匈牙利公司登记网站 BAC公司是2022年5月19号才登记 至今也还不满三年 时间点都不拢 这栋建筑物的一楼就是和金阿波罗 往来公司BAC顾问公司的登记地址 那么有邻居是不愿意居民受访 私下表示她在这里住了两年半 从来没看过任何人来这里上班 公司看不出有人 更别提有生产线 挂名负责人是一名四十多岁的女性 克里斯提纳巴索尼阿尔西迪亚科诺 在她的Linking页面上自称博士 有伦敦政经学院学位 精通七种语言 还常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 而匈牙利媒体Telex则指出 这名女负责人实际上是和 保加利亚的Norta Global公司有联系 Norta才是出货给真主党的一方 但是我们记者查证寄给Norta的email 都因为是错误地址被推回 根本就找不到联络窗口 所以光是追抠击哪来的 就像绕境重重迷雾 如果真是以色列摩萨德所为 从过去记录来看 确实也很有可能 2020年伊朗核武之父 法克里萨德就疑似遭到 以色列摩萨德 用无人机枪暗杀毙命 传出当时还使用了AI以及人脸辨识 确认它就是暗杀目标 如今这两起爆炸 若是以色列所为 那恐怕是更深入 全面的神鬼布局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